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 垂涎的弦字 垂涎的国语注音是 一言咸二声咸 咸二声咸 咸就是口水 本来写成这样的咸字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写了 但是羡慕的羡 强盗的盗 却是从这个咸字所衍生出来的 不过很多人都把咸字误写成次字 这是不对的 特别提出来请您注意 垂涎是看见别人吃东西 自己就流口水的意思 后来用来比喻羡慕 凡是想得到某样事物 就叫做垂涎三尺 如杜甫的影中八仙歌 道逢取句口流弦 张元干也有 前堂观朝事 偏周末浪发 娇恶正垂涎 咸果衣就是俗称的尾嘴 是细在小孩子脖子上用来承接口水的东西 汉咸字相似的还有右边这个盐字 盐的国语注音是一安盐二生盐 盐是一种有肺的软体动物 跟瓜牛同类一种 身体呈圆筒形 皮外有壳 背部是淡褐色的 多半栖息在阴湿的地方 俗称鼻涕虫 蜿蜒是有如蛇形盘曲的样子 比方说 比喻曲折的路 就称为油盐小路 或者是蜿蜒而上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垂涎这个词 有人念成垂涎 这是不对的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